今天講什麼鬼話 一 時間到 好 掛叫 他們在講什麼啦 什麼有很多阿公 開心 完蛋的 我先道歉 等一下 這些急功 蔡英文 電力女孩 在我們這麼沒有電力的時候 來個電力女孩 答對 OK 來 打電話 聽聲音 聽聲音先說啦 電力女孩已經在線上囉 電力 電力 來 計時20秒 開始 請講 請說 很高大 我們在一個橋旁邊 陽光很大 然後是室外的 這裡有很多阿伯 多講一點地標型的 OK 100都是那個 汽車修車的 車場 京江路 然後在高速公路旁邊 最後5秒鐘 高架橋旁邊有很多樹 高架橋旁邊 有很多樹 妳在講什麼鬼話啦 1 時間到 好 掛掉 他們在講什麼啦 什麼有很多阿公 不好意思 完蛋的 我先道歉 等一下 這些急功 對不起 他好像有再講一次 他好像有再講一次喔 可以再 來 問姐 這一次玩很大 沒有再一次的機會 真的 真的 啊 啊 直接飛機 會不會是民權大橋旁邊 taps 對 大直橋 然後他所有摩托車店 他說有很多修車店 他有說修車嗎 有 就是那個阿 濱江街那邊 有高架橋 高速公路又有高架橋 對啊 然後就旁邊很多修車 然後R公 真的形容很爛耶 還是我們再浪費一千 再打電話給他們 直接打嗎 我沒有目的啊 好啦 好 再打 再打喔 我覺得比較像紫質耶 講話好像紫質 有點像雅涵 雅涵也有像 好 來 第二次 表現快 預備 開始 快講 對 上山機條旁邊 很多阿伯在地上 然後那個地上那個場地 是有人掛線的 旁邊有一個放球場 然後它有游泳池 旁邊有一個游泳池 有很多阿伯在這裡運動 運動的東西是圓圓的 最後五秒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直接到 我知道了 我知道 那個松山機場正對面 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公園 滾球場那一種 有沒有 垂球場 好 有啦 松山機場 松山機場嗎 對 對面那邊 因為我們要去他們那個地方 對啊 他們不是在松山機場吧 它在松山機場旁邊的 對啊 旁邊啊 松山機場旁邊也沒有高架橋啊 對啊 所以要靠近明泉大牆 爛爛爛 會不會阿伯是在踢足球 他剛剛還有說打的 壘球 很難 壘球 是不是復井街那邊 就是光復北跟復 就是光復北跟明泉那邊有一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游泳池 但是我知道那邊有 籃球場跟棒球場 就是 明泉運動公園 好 飛機巷 有明泉運動公園嗎 有 我們就去明泉運動公園 好 OK 出發 新生公園 來 你覺得新生公園 我覺得新生公園比較有機會 新生公園 老敢 新生公園 好 新生公園 哪一個 新生公園 好 我們先往新生公園 我是新生公園 等一下 新生公園不在機場附近 你知道嗎 可是那邊其他沒有用 如果他們的那個 確定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憲哥你覺得是哪一個 明泉還是新生 我覺得 明泉運動公園 好 明泉運動公園 確定喔 明泉運動公園 出發 就這裡 對不對 應該不是 哈囉 應該不是這裡 因為你們的 你們的那個 心情不是那麼的美麗 這裡真的上面游泳池 另外一邊是什麼 我去從上面看 最快了 我覺得他們那個資訊 實在是相當的不清楚 雖然說在松山機場附近 然後又有高架橋 然後什麼 又有很多修車廠 都不是啊 從頭到尾都給我們亂七八糟的 不是 他們給的資訊很爛啊 應該就是這附近了啦 但這確實沒有什麼高架橋 不是 不是這裡 絕對不是 不是啦 沒有 好 打電話 他說有老人 有球 有陽光很大的地方 這上面不是 好像最後一次一千塊 你真的給的很小氣耶 請接電話 好 你先 快點 那是那個昇華隔熱紙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招牌寫 南非國寶茶 好可憐 來 新生公園啦 新生公園啦 新生公園 對啦 新生公園 對啦 新生公園啦 剛剛選擇 剛剛就選擇 沒有 他很貴他 他一開始講老人 就會覺得 我們就誤會 不過他們這樣講 回想起來 因為這邊沒有 我後來想想這邊沒有高架橋是對的 好 剛剛講什麼 隔熱紙 沒有 就是新生公園 一見面就給你 雙層隔熱紙 是不是 ㄎㄧㄤ ㄎㄧㄤ 不是 他那邊是 算是中山機場的尾段 然後那邊有個什麼 地下道 是通道大直的 什麼的 已經到那邊啦 對 已經到那邊去了 對 走吧 走吧 走吧